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 当然不会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 在一些升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 都是明显可见的 既然这样 他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 没办法 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 几乎是不可能的 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 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 但是却很难打到我 好吧 尽管有点鸡贼 但能够鸡贼得起来 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以及它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 首先第一个是设计 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 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 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它在第五代战斗机上 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 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 那架棱角分明的F117上 F117代表着当年 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 酷斯外星飞行器的造型 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 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F35或者J20 好像还缺了点味道 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 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可以在一个三维空间 而不是二维平面上 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 是的 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 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 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 隐形飞机的外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径一样 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 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 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 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 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 不会留有痕迹 素而不读 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 当然 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 这是第一个难点 接下来第二个 换一种思路 以柔克刚 你拳拳到肉 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 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 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 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 比如像机翼的前缘 进气道的入口 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 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 在这儿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 加以辅助了 它简称RAM Rader Absorbent Material 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 电磁波的能量吸收 转化为热量 再发散到空气当中 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 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 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 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 值得就是大部分体长在 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 你看 这么算起来 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吗 还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RAM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 为什么拥有一架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 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 同时高温也是一个问题 甚至通过一些资料 我们已经知道 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 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 而是RAM不给力 速度一块跟空气的摩擦仪 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 然后吸波涂层就废掉了 你飞的越快暴露的就越快 很尴尬啊 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 好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 那么后面这几个呢 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 第三个生产公差 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RAM材料在应用上的稍权性是一回事 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 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 不行吗 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 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 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 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 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 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 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 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 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 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 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 换句话说就是 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 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啊 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 也得以于此 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F22 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四百分之一毫米 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但即便如此 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风计和RM材料来处理缝隙 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 而到了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 但你看啊覆盖缝隙的RM材料呢 依然清晰可见 所以这第三点是难上加难啊 第四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 别被动的挡着了 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 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 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 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 那就把发动机买得深一点嘛 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 在排气口周围装有特殊的护照 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 同时啊 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升学和视觉特征 换句话说就是啊 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 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 当然这二的难点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引擎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照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 最后还有一点 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啊 那就是人的因素 利用有力的地形 准确的情报 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 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 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啊 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好了 听完以上几点 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 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